今天的EG股股推介就是碧桂圆服務6098 《經濟日報》的投資業說早選選原因是港股短期維持區間上落 市場再度關注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的新制裁 和美國聯儲局緊縮政策的取向 內房政策頻頻出現放鬆的消息 多個城市接連放寬房地產政策 鬆綁或取消舊限售 政策轉一步放鬆不單理好內房企業 亦有利物館行業估值收復 股份關注碧桂圆服務 碧桂圆服務去年先後收購南光家寶 富力物業和財生活核心資產倫理樂控股 令收費管理面積按年增加超過一倍 去到7.7億平方米 為後續盈利增長打下基礎 集團指引今年收入增長目標不低過五成 盈利增長不低過四成 目前碧桂圆服務股價靠近3月中超賣後的反彈 阻力大約40元關 若能夠突破可以追入 否則等候十天線大約34個半收集 中線以下降跪阻力大約50元為目標 主要大行業職之後給它目標價平均51.4 如果跌穿近期低位大約30元就止虧了 字幕提供資訊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